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巴西最近有一个恐龙乐园开幕 是全球最大的恐龙主题乐园 园内有多达40只恐龙 14公尺高的暴龙 呲牙咧嘴吼叫 眼睛还会动又够逼真 巴西这家恐龙乐园刚开幕 仿佛电影侏罗基公园真实上演 小心走路走到一半 恐龙来跟你say hello 恐龙乐园位在里约热内卢州 西北部的米格尔佩雷拉 占地广达150万平方公尺 约150公顷 园内有暴龙还有翼龙和雷龙等 多达40只恐龙 而且全都是原始恐龙大小 是全世界最大的恐龙乐园 小朋友看到恐龙想摸又害怕 原方表示 政府把野埋场改为森林园区后 就还民间合作打造恐龙乐园 让小朋友认识石前生物 寓教于乐 我们看到一个美丽棉 有一个绿色的棉 不只恐龙园内还有高空滑锁 和主题餐厅 让游客一整天都能泡在园区内 了解恐龙历史 生物和环境教育 玩得不亦乐乎 综合报道 已经十二十五年了 今天的词 明天 当一